台北美术馆最近邀请13位台湾艺术家举办超写实画展 70年代的美国盛行超写实主义 它比写实更细腻 更逼真 艺术家会先拍照片或者是幻灯片 然后把影像投影到画布上去作画 起伏不规则的物体带有复杂的光影变化 考验艺术家的绘画功力 很多作品如果你没有仔细看 感觉就很像放大的照片分不清楚真假 一起去看看这些画家超厉害的作品 一幅幅逼真的风景画中散布着大小不一的水字 这是资深艺术家卓有瑞的作品 早期他以香蕉系列红遍全台 擅长超写实绘画的他 近年来在作品上加入水字凸显个人特色 在偶然的机会 我在inject printer撒水 有这个水字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很好 这可以代表我一个特别的视野 所以后来就做了很多水字 然后一个一个挑来画 台北美术馆邀请13位超写实派画家 展出近百幅画作 超写实绘画起源于1970年代的纽约 艺术家不带个人情感 利用照相机把主题拍成幻灯片 投影在画布上绘画创作 也称为照相写实主义 取材多来自城市中的街景以及人群 呈现出人工创造的景物 旅居纽约的资深艺术家韩湘宁 受到极简主义以及普普艺术的影响 利用喷枪柔和纽约的视觉影像 创造出极旦系列的画作 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是纽约帝国大厦 在雾气迷蒙中隐约看到高楼的影子 韩湘宁从抽象画到抄写实 他说每种艺术都有不同的面貌 并不是走回头路 照相机就是我的数写本 其实功力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事情 它是一种想法 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照相机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中 这些艺术家坚持用手一笔一画勾勒出城市的样貌 呈现自己独特的美学观